神刀侠侣是万千武侠迷心中的白月光 而里面的小龙女则是万千神雕迷心中的白月光 任何一版神雕侠侣的出现都会带火当时演出的《小龙女》 或有人赞叹或有人贬低 作为神雕迷看过那么多版的神雕侠侣 最喜欢的还是陈玉莲版的《小龙女》 她对《小龙女》这个角色人物性格拿捏的恰到好处 真正的高冷气质 统身的冷若冰霜 尤其眼神里透露出来的那种与世无争 干净清澈 而她也曾被金庸先生评价为最接近原著的演员 很多人对于陈玉莲的了解 或许还停留在她扮演的《小龙女》身上 如果仔细去了解陈玉莲 很多人都会被这个热衷寻找真爱 人美心善的《小龙女》所吸引 她不仅是周润发初恋情人 也是刘德华公开轻慕的对象 如今已六十多岁的她容颜已老 但眼神中还是和以往一样清纯 带点孤傲 出生在香港的陈玉莲 起初她只是在杂志社当模特 靠着拍写真赚钱 本应平平淡淡的生活 却因为家中负债而不得不进行改变 为了还清债务 陈玉莲只能转身去找更加赚钱的工作 而演员恰好符合她的要求 在姐姐的鼓动下 陈玉莲报名参加了TVB培训班 成为了培训班第六期的学员 这也是她演艺生涯的开端 在成为演员的一年后 陈玉莲接下了《倚天屠龙记》中的小招一角 这也是TVB拍摄第一部《倚天屠龙记》金庸剧 由于条件有限中打光不好 陈玉莲出演小招黑黑胖胖的 虽然远远不如后来出演的慕容九 小龙女王雨嫣漂亮 但也非常可爱 当时陈玉莲只有18岁 算是最年轻的小招了 从此踏上了金庸女郎的路 她在《天龙八部》中饰演的王雨嫣 执着柔弱 真正地将角色演活 向众人展示她那傲人的演技功底 凭借着《天龙八部》中的王雨嫣一炮而红 说到《小龙女》这个角色 实际上也是机缘巧合 正是因为《小龙女》这个角色 陈玉莲迎来了自己演艺事业的巅峰 在《小龙女》选角的初期 陈玉莲并没有希望得到这个角色 但是当时的金牌编导李天胜 以及演员于子明极力推荐 陈玉莲接到了她人生中第一部女主戏 这也让她成功在香港演艺圈站稳了脚 也成为金庸剧御用演员之一 很多人或许会说陈玉莲遇上《小龙女》 那是上天的眷顾 如果换一个人应该也能爆红 这跟演员无关 完全是因为金庸先生的实力 实则不然 李天胜和于子明之所以会推荐陈玉莲 饰演《小龙女》 难道真的只是两眼摸虾随便说的吗 当然不是 两人之所以会极力推荐 完全是因为看上陈玉莲 在《天龙八部》中饰演王雨嫣 和《倚天屠龙记》小招时 所展现出来的实力 陈玉莲也没有辜负两位伯乐 在击败当时TVB花旦黄姓秀 而取得《小龙女》这一角色以后 也为了不辜负观众的期望 她拿出12分的精神 去钻研金庸援助 让众人看到什么是最美小龙女 更创下当年的超高收视率 饰演杨过的刘德华 一眼就被冰青玉洁 天资灵秀的她深深吸引 剧中有一场多年后 杨过和《小龙女》 在绝情谷重逢的戏 戏中姑姑主动抱了杨过一下 这个拥抱让刘德华永世难忘 如果我没有女朋友 可能陈玉莲会是我 对陈玉莲渐渐地生出了情愫 因为陈玉莲是刘德华 唯一一个假戏情真的神仙姐姐 然而当时的陈玉莲心有所属 在和周润发拍摄电视剧 《大亨》时生情相恋 两人也并没有成就一段佳话 在感情上的受挫 让陈玉莲鬼是神差般 接了一部风月片 本应以屏幕玉女形象 继续发展事业的她 转身成了玉女 1993年更是直接宣布退出演艺圈 一代最美小龙女就此销声匿迹 虽然在西影14年后 她也尝试过付出 却再也翻不起任何的风浪 实属可惜 毫无疑问 陈玉莲是天生的演员 但是为什么最终却没有变成 人尽皆知的老戏骨 这无从得知 或许是因为她的选择错误 又或许是因为她在获得 小龙女的成功后的飘飘然 更或许是命运的捉弄 这一切都已成过往云烟 无法追寻 几十年过去 美人逝去了韶华 英雄终见了白发 曾经的玉结冰青小龙女 芳华不在 泯然众人 如今的她身价千万 却依然身居减出 几次的感情受挫 让她看破红尘 带发修行 多年来的修行生活 让她似乎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开始致力于慈善公益事业 至于感情 似乎早已与她无关了 最美小龙女 或许是她一生的骄傲 但是多年以后 又会有谁能够想起这个小龙女呢